4月10号下午,中国首批赴意大利协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的5名四川专家结束在温州的14天隔离后,乘机回到四川。 自3月13号飞抵罗马,他们在意大利与当地医护人员共同奋战近两周,于3月26号回到中国。 5位四川专家分别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主任护士唐孟林, 四川省疾控中心卫生务所原副所长佟文斌,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吉进, 中国红十字会重渡救灾备灾中心主任秦晓丽,下午1时15分许,飞机舱门打开, 5名专家走下闲梯后,用碰肘的方式和迎接人员打起招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介绍, 中国专家在意大利期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分享国内的诊疗就职经验,以及寻求未来合作的机会。 这是把物资送过去,第二个交流沟通,第三个来寻求合作的机会, 另外还有第四个就是看我们的华侨,这都完成得非常好。 他们对疾控方面,特别是严格管控, 尤其让大家待在家里,这个还是基本上采大, 另外有些治疗方法,有些可能也有一些在用。 梁宗安告诉记者,他在意大利期间向义方详细介绍了中国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义方则不断根据具体情况完善防疫体系。 整个意大利呢,它防控的策略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么某种程度上呢,这块更多的也是与他们的整个国企, 那里面是密切联系的, 那么但是它的医疗就职水平实际上是非常专业的, 而且也是非常规范的。 四川疾控中心微生物所原副所长佟文斌表示, 专家组在意大利近两周的时间内, 能明显感受到意大利的管控措施逐渐加强, 后期当地的确诊病例也在逐渐减少。 以前的话只是对中国的切力症, 或者给中国有技术的开展检测, 我们刚才说的话,一定还是要采取更连累的措施, 从最近来说的话,他们连累,我们到米兰去, 以前的话,散步的话,都可以不戴口罩, 最后的话,就是要去必须戴口罩, 从最近来看的话,伊朗的俄军的话, 区域频繁的众团下了,是这种情况, 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遇到你的疫情也会得到控制。 负责专家组成员感染防控工作的唐孟林, 此前一直通过日记记录原意工作。 唐孟林说,疫情当前不分国界, 非常荣幸能代表中国将抗疫经验分享给世界。 虽然是有不同的一些文化,有不同的一些体制, 但是我觉得在抗击病毒这方面, 我们是在一起,是没有国界的, 大家都是齐心协力, 以种植城城打击这场主击战的, 让我感受非常深。